大家好的同学你们好 下面呢我们一起来学习第四节 租赁筹资 租赁筹资呢 也是我们整个第十章 主关题出题频率比较高的 我们去年呢 主要是考了附贷任股权证债券 还有可转债 那么相对来说 可能我们今年在主关题这一块 租赁决策可能更重要一点了 我们先来看 第一个考点就是租赁的概念 以及它存在的原因 那么这一块呢 也是需要大家要把握的 因为我们现在主关题 你看我们去年考试 他就先考你什么叫附贷任股权证 是吧 那么一样道理 如果问你什么是租赁 租赁为什么存在 那我们要能够用自己的话来表述出来 那么租赁的概念 这个好理解 我们指的是在一定期间内 出租人呢 他把这个资产的使用权 让于我们的这个成租人 来获取就是相应的对价的这样一个合同 那么对于租赁之所以存在呢 我们说要谈的三个方面原因 一个呢就是说 结税 因为我们都知道 虽然表面上看啊 我们说一般来说企业的 所得税税率是25% 当然比如说高新技术企业啊 什么15%啊等等这样 那么 实际税率和民意税率 我们经常会不一样的 有些企业它可能实际税率是比较高的 那么考虑到呢就是我们 成租人出租人双方的这个税率不一样啊 那么我们对于税率高的那么它可以充分的利用这个抵税这个优势 所以其实长期租赁之所以能够存在主要就是出于结税这个原因 那么呃对于短期租赁 短期租赁呢 它的存在的主要原因是降低交易成本 因为如果比如说我们就以这个我们常见的汽车租赁 是吧 如果我们个人要是买车的话 那你想你就买一辆车 可能你很难获得这个呃 比如说数量折扣 而人家这个租赁公司呢 它一下买很多辆 那它价格可能买价会便宜 而且呢就是日常的维护保养 它都可以谈一个成批的这种价格 都会有一些优惠 那么相比较你单独购买来说 这个交易成本它就可以降低 所以呃交易成本降低呢 是短期租赁存在的主要原因 此外呢呃 就是第三个原因就是减少不确定性 其实租赁的风险呢 主要是和租赁期满时呢 这个租赁资产的余值有关的 呃比如说我们假设是购买资产 自己购买资产 那么我们这个使用期末 是吧 如果这个设备我们不用了 比如说我这个产品的市销期 也就五年到第五年我就要想 这个设备我想把它卖给别人啊 或者说要处理掉 那我们原来做决策的时候 估计的那个余值和它五年后的 实际的这个价值有的时候可能会 相差比较大 因为不确定是吧 只会是你的估计的 那我们采用租赁这种形式呢 就可以降低啊 我们这个租赁资产期末余值 这个不确定这种风险 是吧 那么我们可以通过比如说 租赁侵满所有权不转移 那我们成都人不拥有这个所有权 所以就不承担和此有关的风险 所以通过租赁这方式呢 能够减少不确定性 主要这么三个原因 我们租赁会存在啊 这是首先第一个考点 就是租赁的含义和原因啊 大家要理解 我们可以看一个单选题 问一下我们短期租赁存在的 主要原因在于什么 那我们刚才强调了 短期租赁存在主要是为了降低 乘租方的交易成本 那么像我们这里面给大家这个A 租赁双方的实际税率不同 租赁可以讲这是长期租赁的 对吧 这是长期租赁存在的原因 短期租赁的原因主要就是为了降低 这个交易成本的 所以应该说是选择B啊 那我们再接着看租赁的主要类型 那么对于租赁的分类呢 我们主要是注意一下四个角度的分类 其实我们教材上也谈到了 按照这个租赁期来分 但他前后有点矛盾 他在前面他谈到就是说 这个长期短期是按照他的租赁期 和他的这个 就是我们这个经济寿命来考虑 如果接近经济寿命呢 或者是超过那就是长期 如果是明显短期那就是短期 但在后面呢 又是以12个月为期限 所以他自己就前后矛盾 所以对于这个租赁的期限的分类啊 我们还是比照 我们会计的这个有关 就是分这个 就是其他租赁 还是短期或者低价租赁那个方法 所以在这一块呢 我们主要注意四个分类 第一个分类就是按照当事人之间的关系 我们可以把租赁分为直接租赁 杠杆租赁 还有售后租回 那么什么叫做直接租赁呢 就是直接租赁呢 它所涉及的关系人啊 就是出租人和成都人 那么对于出租人呢 它是把设备提供给成都人 而成都人呢 他取得这个设备的使用权 然后但是他要给出租人支付租金 那就非常简单 对吧 就是我们租赁双方 出租方 那么我们是向成都人提供租赁的资产 而对于成都人呢 要给出租方去支付租金 这就是我们谈直接租赁 那我们再看第二种杠杆租赁 杠杆租赁啊 它所涉及的关系人呢 会涉及三方面当事人 就是不仅仅是出租人成都人 他还会多了一个什么呀 资金的出借人 那也就是说呢 我们如果用一个图来表示啊 出租人和成都人之间 这个关系不变 只不过是什么呢 就是出租人 他在获得资产的时候啊 他自己呢 只是提供一小部分资金 大部分的资金啊 比如说资产价值60%到80% 他是靠借钱 对吧 比如这个设备价值1000万 我自己只出了300万 是吧 700万我是找银行借的 我们当然呢 他在借的时候 他是以这个资产为抵押啊 或者以相应的这个租赁的 这个合同为抵押 然后来取得这个介入的资金 那么这样一来的话 我的出租人呢 就是双重角色 他既是债权人 因为他要把设备出给 租给这层 他是债权人 他要收租金 但同时呢 因为他这个 买这个资产 他是借钱买的 他是要支付利息 偿还本金 所以为什么称为是杠杆租赁呢 相当于是借钱来帮他赚钱 对吧 所以把它称为是杠杆租赁 那么我们在这种情况下呢 就是他的特点在于 一个是涉及三方当事人 另外呢 就是说他既是债权人 也是债务人 这是第二种租赁 杠杆租赁 那我们再来看第三种 售后租回 那么售后租回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乘租人呢 他呢 先把他的这个资产 就比如说我现在急需资金 那急需资金的话呢 可能我们找银行借 什么的 可能比如说银行觉得 我们这个财务分险太大 不愿意借给我 那我考虑怎么办呢 我们正好有一个 哎 这个厂房 然后我就把这厂房啊 我就卖给这个出租人 但实际上这厂房我还要用 我还要去利用他生产经营 那怎么办呢 我卖给他 我可以获得一大点资金 是吧 可以供我生产运营 但是呢 我这厂房还要用 我再给他怎么样 再租回来 分期支付租金 再租回来 所以是售后租回 所以大家看 在这种租赁方式下呢 呃 成租人 他也是资产的卖方 而这个出租人呢 他也是资产的买方 是吧 呃 这就叫做售后租回 考试的时候呢 经常会给你一些表述 让你去辨别他到底是 什么样的这个租赁方式 是吧 我们可以看 呃 两个例题啊 首先先看一道题 他说假公司呢 像乙公司买了一处 位于郊区的厂房 随后呢 租给了丙公司 然后假公司呢 是以自有资金 向乙公司支付 总价款的30% 同时呢 以该厂房作为抵押 向丁银行 借入余下的70%的这个价款 呃 那么问你这个租赁方式 大家看 呃 有同学会说 哎 老师你看他这里面 啊 就是 好像涉及了四个当事人 实际上我们要看跟租赁相关的 和租赁有关的是什么呢 假呢 把这个资产是租给了丙公司 说明假是出入人 对吧 呃 所以丁银行那是我们的这个资金的这个出借人 所以他就是跟租赁有关的 而且他是以这个厂房为抵押向丁银行来取得70%借款 所以从和租赁有关的就是三方当事人是不是 很显然我们这个假呢 既是呃就是出租人他要收租金 同时他呢作为债务人他要夫息到期还要还本 这个租赁杠杆租赁 他通过借钱帮他赚钱对吧 就把这些杠杆租赁 但你再给我看一道例题啊 他说呢 他呢又是成租人 而对于乙呢是资产的买方也是出租人 所以这是我们谈的售后租赁 对吧 所以这个要会给出表述我们要辨别是哪一种分类啊 我们再接着看第二种分类 就是按照出租人是否负责租赁赁的这个维修保养啊 三岁税这些啊 我们可以分为毛租赁和净租赁 毛租赁指是什么 就是出租人还是负责赁这个日常维护这种租赁 那么净租赁呢 就是承租人是吧 就是完全就租给你了 我就不管了 那么你承租人自己去承担资产的日常维护这种租赁 就成为净租赁 然后第三个按照全部资金是不是超过资产的成本 这个好理解啊 就是如果他能够足以补偿 就是这个租金 他能够超过我们资产全部成本的就完全补偿 但如果租金不足以补偿 就是不完全补偿 然后第四个关键词就是要看承租人 按照承租人是不是可以随时解除租赁 我们把它分为可撤销和不可撤销 就是如果合同中注明了承租人是可以随时解除 当然你提前解除是要支付一定的赔偿 但是呢 承租人自己可以单方面提出来 我要解除的 但是不可撤销租赁的是 在合同到一前那么承租人是不能够单方面解除的 除非你真得了出人同意了 而且要支付一个比较大的这个额外款项 也是可以提前 但是呢 他是不能够承租人自己不能单方面解除 必须真得出人同意 是吧 而对于可撤销的话 就是承租人自己就能来决定 是吧 所以这事才能可撤销和不可撤销租赁 有的时候客观题会考我们这个租赁的分类 大家注意一下 我们来看一道多选题 他问你下列有关租赁分类表述正确的有 A呢说租金不足以补偿 租赁赁全部成本租赁为不完全补偿租赁 那这个当然是对的是吧 我们再来看B 他说合同中注明 说出租人可以随时解除 大家看我们谈到一定是指的承租人 承租人可以随时解除 还是可撤销 所以这个错在这个出租人的杀真了 我们再看C 说出租人负责资产维护的租赁为毛租赁 然后D 承租人负责资产维护的租赁为禁租赁 所以只有B是不对的 A C D都是正确的选项 那下面我们来看第四个问题 有关租赁的费用 就是这个租赁费用包括什么 是吧 那么严谨来说我们租赁费用呢 它应该是包括出租人的全部的这个出租成本 以及他的应得利润 是吧 因为我们可以这么去理解 这个出租人 他比如说一般来说成都人可能要先替除申请 他需要某一种专用的一种资产 那么出租人按他的申请 我们比如把这资产买回来了 那我们资产的购置成本 比如我花了500万把设备买来 那最起码我的租金 得足以能够把我的这个购置成本能收回来 对不对 另外你在想那500万 那租赁公司他会想500万 如果我不去买这个设备 我把这500万借给别人 我还能够赚取利息啊 所以呢不仅要考虑购置成本500万 还要考虑这500万占用资金的应激利息 是不是 此外呢 办理租赁业务 我们也有一些人员开支啊 等等一些相应的一些 营业的成本业务一些费用 是吗 那这些都要考虑 所以出租的成本必须要足以覆盖 另外啊 租赁公司也是企业啊 他也要赚钱的呀 他并不是福利机构 他要考虑他应得的利润 所以实际上也就是说 租赁费用的经济内容 包含成本以及利润 像通常比如说像 营业成本或者利润这一块 他就可以起个好听的名字叫做手续费 但这个手续费里面就既包括他真正办理业务的这个 这个费用也包含他的应得利润的 是这样的 当然在具体他的这个报价的时候 他的这个合同啊 他可以列很详细 就是我列出来我的 这个合同的 我的租赁费多少 利息多少 手续费多少 那他如果要这么列 那实际上 就因为他单独列市的利息 单独考虑手续费 那这个租赁费实际上就只包含了什么呀 就是要弥补购置成本这一块了 对不对 但如果呢 我就是只规定两项 就是你看怎么签的合同 就是租赁费多少 手续费多少 那我这个租赁费呢 实际上不仅要考虑购置成本 还要把这个你的应急利息 你得给我包含 当然他如果合同很粗略 就是我的租赁费是多少 那这个呢 当然他里面实质上 表面上一项 但他实际上 你得考虑 我得收回购置设备的成本 我得考虑这个设备 债用资金的应急利息 以及呢 我们的所谓的手续费 也就是我们的办理租赁业务的 这个营业成本 以及应得利润 都应该含在里面 到底是 呃 他怎么个报价形式 你不管怎么样 但是你可以看你 你不管怎么报价 反正加总起来 我是要 覆盖了的购置成本 应急利息 营业成本 以及利润的 就是这样 是吧 我们可以看一下 我们书上的例题 呃 他给了这么几种情况 第一种 就是说 他的给的租赁合同 他是分别约定了 租赁费 利息和手续费的 那这个租赁费 实际上我们讲了 那你愿意分别的 那他就主要是为了 要弥补这个购置成本的 对吧 所以你看我们 书上给这个例子 他说租赁赁赁的 购置成本一百万 分十年偿付 每年租赁费十万 所以你看 十个十万 不就刚刚弥补了 购置成本吗 但是呢 人家还又说了 我们尚未偿还的 租赁赁购置成本 按照年利率6% 计算利息 是不是 我单独告你利息怎么样 手续费 十万又给了你了 所以他虽然是 啊 就是这个 给了这个合同的约定 但他实际上就 规定的很细了 我这个所谓的租赁费 他其实只是 包含了购置成本 对吧 那我们再来 接着看书上的一题 就是说 有的合同呢 他实际上就是 只写了两块 就比如说 我的租赁费 一百一十万 分十年支付 每年十一万 对吧 因为你看 我们这要提 它是连着的 就购置成本 因为总共是一百万 那你说你这个 十个 十一 一百一 已经超过了 购置成本 那实际上就是说 我这个所谓的租赁费 里面既包含了 弥补购置成本的 一百万 对吧 也包含了我们 有关的这个 应激利息的问题 然后手续费 它是单列 然后我们说 举例说 它也可以怎么样呢 就说 我这个 租赁费一百二十万 是吧 什么都不说了 但实际上 这个租赁费里面 包含了 要弥补购置成本 我们购置成本 是一百万的 对不对 还要考虑 包含了应激利息的问题 是吧 另外还要考虑 我们这个 所谓的手续费 也就是你的 营业成本 和利润的问题 就是这样 所以看它怎么报价 反正你得保证 三块加起来 要覆盖我们的 购置成本 应激利息 和有关我们的 这个手续费的问题 是不是 你像我们这个 例题上是 以前的一个考题 它就说 租赁资产 购置成本一千万 租赁合同约定 分十年偿付 每年租赁费一百万 那你说明什么呀 它这个租赁费 实际上只是 弥补了什么呀 购置成本的 对吧 然后呢 又告我们说 尚未偿还的租赁资产 购置成本的 是按年利百分之来 计算利息 然后在租赁开始日 首付 手续费五十万 在租赁开始日 一次付清 他就问你 这个合同中的租赁费 不包括什么 或者如果问你 只包括什么 那他这个租赁费 其实 这一百万 其实只包含了 购置成本 但是我们有关的 业务 成本 利息 利润 它都没包含 对吧 所以他问的是 不包括 所以我应该请BCD 是不是 这是我们谈有关这个 就是租赁的含义及种类 在客观题里面注意一下 那现在我们再来看第二个考点 就是租赁的会计处理和税务处理 其实我们这个对于租赁呢 按照我们这个租赁的这个 就是新的租赁准则的规定 出租人的租赁 它还是分为融资租赁 经营租赁这两大类的 而且也分别规定了 不同的会计处理方法 是吧 但是对于成租人呢 就不再区分经营租赁和融资租赁了 从成功来说它是分为什么呢 就是短期租赁 低价值租赁 以及其他租赁 对于期限比较短的 一般就是不超过一年的 还有呢 就是它的价值比较低的那种租赁 那么它的租金因为比较低嘛 或者说期限很短啊 所以它就把这个租金呢 就直接呢 进入当期损益了 就可以租金可以直接抵税了 但是呢 只要不是短期租赁 不是低价值租赁 其他的 他都是比照我们原来 会计上的融资租赁处理 也就是租金不能抵税 但是 我们这个租赁取得的资产 我们实际上是要 既提择救 择救可以抵税 是吧 就是这样的 这是会计处理 那么 刚才我们也提到了 就说考试的时候 他如果告诉你说 我们要这个 比如说 要支付租金啊等等 我们以前也曾经考过 是吧 他比如说这个 租一个客车 但是他租期只有一年 然后呢 每个月支付租金多少 这样的 那你一看期限比较短 是吧 那么这个属于短期租赁 而且他也没有说 租赁期满 这个 就是我们的成都人有 这个购买的选择权 他没有这样的话 那我们就 简单了 那他的租金就直接给他 作为这个租金费用 是吧 直接就可以抵税了 是吧 所以呢 就说不超过12个月 而且呢 就是 没有说 就是你的成都人 有购买选择权的 是吧 所以那就是我们的短期租赁 那么低价值呢 指的是这个全新状态 他不是说 比如说我们有一台设备 这个设备已经 磨损的很厉害了 现在 可能就不值钱了 但是我们指的是 如果这个资产 是在全新的状态下 它是什么样的资产 是指的是这种 所谓 判断是不是低价值 是吧 就是全新的时候 它本身价就比较低的 是吧 那么像这种呢 我们认为它就是 租金也 因为也很少嘛 那你就可以直接抵税了 是不是 但对于其他的租赁呢 我们都是 要考虑租赁取得资产 我们要集体折旧 是吧 那么这是会计的处理 那我们看来 税法的这个 对于这个 就是租赁的一个有关的规定啊 首先从分类来说呢 税法没有专门对租赁去做分类 我们就视同它是默认了会计准则 对于租赁的分类和确认标准的 但是呢 有关这个租赁资产的计税基础 还有这个扣除的时间 那么税法它是有规定的 而且和会计准则呢 不太一致 那这种情况下呢 我们是要按照税法的规定 那么具体来说 按照税法的规定呢 短期的或者低价值租赁 那么这个上我们刚才一谈 这个和会计上一样 我们都是 就是支出的时候 就把它可以直接 就是相当于我们可以抵税了 是吧 就按照租赁期 你去均金扣除就行了 但对于其他的这个租赁呢 就是如果呢 我们有关这个 比如说我们是这个 分期支付租金来购买这个资产 那么这里面关键就是说什么呢 就是说我们这个租金不能抵税 但是呢 我们要考虑呢 它是属于租赁取得的固定资产 我们要考虑计题折旧 是吧 那么折旧呢 它可以抵税 关键在于这个折旧 这个计税基础 就是我要算责 计税基础 这块呢 要按照我们税法的有关规定 那么按照税法的规定呢 就是如果要是说 我们这个租赁合同啊 我们已经约定好了付款总额了 对吧 就比如说我们规定好 未来我们要支付租金 是吧 只要租赁期满 如果留够要支付多少 价款等等 都已经约定好了 我们是要以合同约定的付款总额 包括呢 就是成都人在签订合同过程中 发的相关费用 都要作为你的计税基础 也就是说我们在 计算折旧的时候 这个折旧的计税基础呢 它是包含了所有的 你取得这个租赁资产所要花费的这个代价 对吧 就是你成都人 包括你最开始 比如支付的手续费 对吧 也包含了你未来要支付的租金 或者是他租赁期满 留过的那些都是你取得资产的价款 把它作为计税基础 但是有一些租赁合同 他没有约定付款总额 如果没有一定付款总额的话 那他的计税基础呢 就比照我们自行购买那个 但是要比自行购买多加了一个什么呢 就是如果你初始 他告你是单独支付手续费的 也就是我们这个租赁合同 他分开来手续费的多少 对吧 另外呢 告你说这个租金 根据以后使用的情况来考虑 那这种该怎么办呢 那我们的计税基础 要按照比照我们的这个资产的供应价值 是吧 但是要多一个支付的这个 就是初始那个直接费用 这是对于择旧这块 大家需要注意一下 我们先看一道多选题啊 他说你下列有关租赁的表格中 正确的有 A呢说 按照税法的规定 以租赁方式租入固定资产 发生的租赁费支出 他说应该按照租赁期限均匀扣除 这个我们说 实际上我们要看 这个同样也是要看情况的 对吧 实际上你说你你到底是低价值租赁呢 还是说是这个我们的其他租赁啊 所以这个如果其他租赁我们上市 不是说就是能够直接就是税前扣除的 所以这个不对了 我们再看B 他说租赁费用的经济内容 包括租赁赁费成本 营业成本 以及相关的利息 这个实际上我们还应该有一个应得的利润 对吧 就是人家租赁公司啊 也是企业也要赚钱的 对吧 你不能说他是福利机构 就光把成本名补就完了 他还要包含应得利润 所以这个不全面 所以也不对 那我们看C 按照我国快准的规定 低价值租赁指的是单向租赁资产 为全新资产时价格的租赁 那这个实际上是对的 再看D 按照我快准的规定 租人的租赁仍然为融资和基金租赁两类 是吧 所以这里边只有CD是正确的啊 那么下面我们重点来看第三个考点 就是租赁的决策分析 其实谈到租赁决策的 就是想问一下你 我们是自行购买资产好 还是租用资产好 是吧 那么这种实际上就是 可以说也是个互资决策嘛 对不对 因为这个就是这台设备 你要么是自己花钱 我就说我们可以利用借款 取得资金来买资产 也可以呢 就是说我们不借款买资产 我就是利用这个分期支付租金 是吧 利用租赁的方式 来取得这个资产使用权 所以可以说是一个 我们以前给大家介绍的 一个互资方案的选择 对吧 它实际上是一个互资方案的选择 那么对于互资方案的这个决策 我们怎么来考虑 是吧 首先大家注意啊 我们要做决策 可能通常要用到我们的这个 就是先进流量 要算流量 然后进一步要算一些决策指标 在算流量的时候呢 大家要注意什么呢 就是有的时候啊 就是税法的规定 可能和会计的规定不太一样 但是呢 我们由于啊 我们实际上考虑的是税后流量 我们不要说 先按会计的方法先算一个 然后再考虑 会计和税法部一直 我再考虑调差异 那就不对了 是吧 实际上就是按照税法的规定 来考虑 就是如果会计和税法不一致的时候 我们要采用税法的角度去 进行这个流量的这个确定 那现在我们来看具体的啊 对于租赁决策的这个方法 对于租赁决策的方法呢 实际上我们初上主要谈的就是进献执法 那进献执法 其实这个进献执它指的是什么呢 就是说把这个租赁相关的流量减去借款购买设备的这个相关流量的限制 其实我们对于租赁决策有一个特点啊 因为不管是租赁取得设备 还是自行购买取得设备 未来呢 我们生产出产品以后 产品的销售收入 产品的制造成本 这些都是一样的 他俩的不同啊 主要是什么呢 你要自行购买 你的初始花钱买设备 而租用的话 我要支付租金 对吧 所以他俩的不同 可能最大的不同 主要是支出的不同 当然他们也都要提折旧 那么折旧 但是因为计税技术不同 可能折旧底税数啊会不一样 但那个毕竟是小数 可能主要是流出不同 所以租赁决策的相关流量 也主要都是流出量 那么如果有流入 可以拔作为流出的理解 那我们在考虑这个 租赁减限值的时候怎么办呢 那就是相当于是 你就分别来算一下 各个字的相关的现金流量 然后把租赁的相关流量 总限值 减去自行购买的相关流量 总限值 可能都是负数 但是没关系 负减负的 你只要什么呀 净限值是大于零的 那我们就认为租赁是好的 对吧 用线谈是现金流量 流量就有正负号 流出你就用负号 该负就负 该负就正 是吧 是这样的 然后把两个相关的流量 分别算一下 然后把他们限值去减一下 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租赁净限值 就是我们书上给的公式 当然其实你也可以怎么样呢 就是先算差量流量 对吧 就把这个租赁的相关流量 减去自行购买的相关流量 先算出一个差量流量 然后呢 把差量流量 择限去算租赁净限值 一样的 其实你这个 就像我们以前给大家谈到过 假设我的 我随便说啊 我们这个自行购买 它有这个流出 随便说一个流出 比如说我们自行购买流出 假设是这个 这个两千万 是吧 小夏说一个啊 然后我们初始还有什么之类的 然后我们租赁 是吧 我们也有 是吧 也有一些有关的这个 就是流量 是吧 那么我们也有一些 比如说流出啊什么的 其实你可以想 我把这个 比如说上面的流量 我都用A B C 大的 底下我都用小的啊 就是我们有一些小的A B C 什么的 你是 把这些所有的流量 给我折线 然后算它俩的这个 流量限制差 和我怎么做呢 我先把它俩做个差量 对吗 也就是说我把租赁减去自行购买 所以零这点就是A 减A了 这块呢 就是我们相当于 所谓是B减B了 是不是 其实你 差量流量的限制 和你分别算流量 然后算限制差 结果一定是一样 都是我们的租赁减限制 是不是 也就相当于我们 比如说你说 10 10给我折线 P-F 利率 I 7数为T 然后你5给我折线 你把他俩的这个限制去减 和把这个系数提出来 算这个差量流量乘系数 是不是一个道理啊 所以我们以前考试 它有的时候就让你 分别算各自的流量 然后再让你算经线制 这考过 也考过什么呢 让你算差量流量 然后再让我算经线制 一样的 结果一定是一样的 就看他的要求是什么 你按他要求来做就是了 对不对 那么我们计算出来 租赁减限制 因为我们指的是 租赁减去自行购买嘛 所以租赁的限制 大于零的话 那就说明租赁 相比较自行购买要好 是不是 否则呢 就是购买要比租赁好了 就是这样 那么也可以利用什么呢 平均年成本法 因为我刚才谈了 自行购买和租赁啊 他们的相关流量 主要是流出量 所以怎么办呢 那就先给他平均到每一年 就是把自行购买 所有的相关流量 都给他走到零时里 因为他是负的 是吧 那我们把这个负的拿掉 给他称为流出的总限制 你除以年金限制系数 租赁也是 是吧 我就让你算的是 流出流量的限制 平均到每一年 然后选择年平均成本低的 是不是 都可以啊 其实考试这些都考过 但是别管考什么 大家看计算 指标计算还是简单的 最关键的在于 有怎么样来确定 相关的现金流量 所以现在我们就来看一下 如何来计算我们的现金流量 现金流量 首先我们先看简单的 如果他是给的我们是期限比较短的 短期租赁 就不超过12个月的 就是不超过一年的 这种租金的支付 或者是说他这个价值非常低 是吧 那就说明什么呀 这个租金呢 他实际上是可以直接抵税的 那这个相关流量就简单了 我们这个成都人要支付的流量 就是真正有我负担 就是税后的租金 但是如果呢 我们是其他租赁 对吧 因为只要不属于我们低价值 或者说是这个短期租赁 那我们按照税法的规定 是吧 那我们这个租赁费是不能够抵税的 但是呢 作为租赁资产 你是可以提折旧 折旧呢 是可以抵税 那么怎么来算折旧 如果啊 考试的时候 他给了我的租赁合同 那么他已经约定好了 未来每期要付的款 一般来说我们考的是这种 对吧 要不然你说租赁决策 他告你不知道未来付什么租金 那你让我们考试自己去猜 也不合适 对吧 所以他一般考就第一种情况 他就告诉你未来要支付的租金怎么样 对吧 然后有没有这个 一些什么留购价款啊等等 所以我们这个计税基础呢 就是要考虑合同约定的付款总额 凡是 成都人要支付给这个出户人的 那把它都作为我的计税基础 包括租金啊 留购价款 包括你支付的手续费这些 只要是 我们成都人要 为了取得资产使用钱支付的这个 有关的价款 我都要给他考虑进去 是不是啊 作为计税基础 然后乘上一减去同类设备的残制率 除以同类设备的年限 按照税法的规定 来算折旧 然后呢 如果当然合同没有约定 我们还强调了 那这个时候就比较自行购买 那个供应价值 但是要多考虑一个出使直接费用 那我们主要掌握的是第一种情况 对吧 所以就说 这个折旧抵税 稍微注意一下 那现在我们就来分析啊 我们一般考试是站在成都人的角度 我们就问的是自行购买好 还是租赁取得设备好 当然站在成都人的角度来考虑进行流量 那么如果在成都人角度来考虑流量 我们可以想一下 首先呢 我们不需要支付买价 对吧 也就是说啊 我们可以对比来看啊 你看这是我们谈的这个 利用租赁的方式 我们先看自行购买 因为自行购买设备 我们在以前 第五章已经介绍了啊 如果自己花钱买设备 首先出使 我们会有资本性支出 就是购置设备的这个成本 对吧 资本性支出 流出 然后将来呢 要具体折旧 对吧 因为是自己买的资产啊 当然你要具体折旧 所以我们说要考虑 折旧抵税 是不是 自行购买的 这个有关的折旧 但是这个折旧呢 是要按照我们这个 就是自行购买设备的 那个成本 然后来考虑 算折旧的 是不是 此外呢 就是因为我们是自己买的设备 所以日常的维护保养啊 这些 可能都需要我们自己来承担 是吧 所以呢 我们可能有一些 和设备相关的啊 一些日常的维护保养啊 等等这些有关的费用 那么 税后的 由我承担是税后的 是不是 此外项目终结 因为我们不干了 我们可以把设备卖掉 我们考虑回收 那么回收的话呢 我们是要考虑用 诶 那变现价值 加上 如果是卖亏了 变现损失抵税 减去 变现收益 纳税 对吧 这个有关流量 我们第五章都已经介绍过了 这是它的相关流量 因为不管是自己买设备 还是租赁设备 它的营业收入是一样的 非相关 你也有 我也有 不用考虑它 对吧 然后产品的制造成本 这也是你也有 我也不用考虑它 现在我们来看啊 租赁 租赁的话呢 我们初始不用花钱买设备了 但是你要支付租金 假设我们 我们先看啊 如果他告诉我说是 每年年末 支付租金 你也可以每年年初 这就看大家要求了 我们看一下 如果每年年末支付租金 由于呢 这是长期租赁了 所以我们租金不能抵税 所以我就要考虑我的租金的支付 对吧 我要考虑租金的支付 假设要是合同约定啊 要初始要支付手续费 那么大家注意 手续费 在我们这个按照税法的规定 合同约定的付款总额 都是属于计税基础 虽然它虽然叫手续费 它也是合同的 约定的资产计税基础 所以这个手续费就得资本化 对吧 也就是说这个呢 不能够抵税 虽然它叫做手续费 对吧 或者说叫做我们 就是相关的一些 有关的费用是吧 但是呢 这个不能抵税 这是我们合同约定的 有关一些直接费用出使的 是吧 那也是要作为流出来处理的 但是呢 因为是租赁取得资产 可以提折旧 所以要考虑折旧 可以抵税 是吧 所以我们得考虑折旧抵税 那当然这个折旧和我们自行购买 这个不一样 这个是按照购置成本 而我们这个是按照合同约定的付款总额 来考虑计税基础的 所以它俩折旧会不一样 所以这个折旧呢 我们比如说我用一个租字表示 就是租赁情况下那个折旧 底下那个是买的那个折旧 是吧 折旧抵税 我得考虑 还有一个呢 就是这个有关啊 我们这个设备的维护保养 如果要是说 它告诉你说是 乘租人自己来承担 也就是我们前面讲的 所谓禁租令 在禁租令的情况下 大家看 设备的维护保养 如果也是由我自己承担的话 那这个维护费用 你就可以不理它了 但如果我们说是毛租令 假设我们先来看简单一眼 毛租令 就设备的维护保养 还是有这个 就是等于说有租赁公司承担 那等于说在租赁这种情况下 我们企业就没有维护保养 而购买呢 你得承担 那就是相关流量 反正你就记住 他如果说成都人自己负担 那你就想我认 我得有一个 但我也有 他也有 那我就约了 就不理他了 对吧 你一算餐料 那不就约掉了吗 但如果说呢 这个他说是毛租赁 是租赁公司承担 我们成都人不承担 那就是相关流量 对吧 所以这个无所谓的 就是这样 然后现在我们主要想说一下 租赁期满的 这个现金流量的处理 对于租赁期满呢 你看 我们对于合同啊 租赁合同呢 就是有两种情况 一种就是说 租赁期满所有权不转移 还有一种就是 租赁期满所有权要转移 那么这个租赁期满的流量 就会有不同 前面都一样 主要是租赁期满这一块 那我们先来看 如果他告诉我说 租赁所有权不转移 什么叫租赁所有权不转移呢 就是说我们租赁期满要把设备 退还给人家租赁公司了 那既然退还给租赁公司 那你还有回收的现金流入吗 那就没有回收的流入了 但是大家注意 我们这个本来这个资产啊 租赁期满还值点钱 有一个账面禁止 对吧 我们在会计处理上呢 你得考虑比如说 租赁期满所有权 我们这个又不转移 我们退给人家 那你就说对固定资产没了 所以我们实际上呢 就要把这个有关原职啊 以提择旧啊等等 给他转到固定产清理的借方 那就是有账面禁止 但代方的没有回收的这个流入 所以你就会损失什么呀 我们会损失这个账面禁止 他的这个抵税的问题 对吧 也就是说我们的 其实你可以这么去理解 我们的公式本来是变现价值 加上损失抵税 减轻收益纳税 但是最终的变现价值是零 回收是零 但是我们有清理损失的 对吧 我得考虑这个所谓的 变现损失抵税 这个所谓损失就是 账面上有禁止 但是我们就白给人家了 人家不给我钱 那不就是损失了账面禁止吗 对吧 就是其实损失了什么 就损失了你资产的 这个账面禁止啊 因为你的清理的收入为零嘛 大家可以想 我们什么叫清理损失 就是要把这个变现价值 和账面禁止去比嘛 如果你多卖钱了 就是变现收益 少卖钱就是损失嘛 那你看我们现在这个 变现的收入 我是直接给人家 那是零啊 变现收入是零 但是我有账面禁止 你是不是损失了账面禁止 这一块啊 对吧 所以这是我们谈的第一个 就是期末所有权不转移 那大家看 那要是如果期末所有权转移呢 好我们先来看这个简单的啊 就是期末所有权不转移 我刚才已经给大家强调了啊 初始流量 就是我们刚才讲 支付的比如说 直接费用手续费这些 另外租赁期 我们要支付的这个租金 是吧 流出是吧 这块也是都是流出的啊 负的 是这样的 然后我们还要考虑择旧抵税 是不是 关键是终结点 终结点呢 其实我们的公式 你可以这么来记 有谁呢 就是说背那么多公式 终结点的流量回收 应该也是要考虑变现的 这个最终的变现收入 是吧 然后加上一个变现损失抵税 减去一个变现收益纳税 对不对 这是我们的公式 但是呢 所有权不 所有权我们是不转移 也就是说啊 还是人家租赁公司的 所以我这资产就要退还给租赁公司 这收入是零了 而我们所谓变现损失 还是变现收益 就是你的最终的变现收入 和账面净值对比嘛 对吧 这是我们以前所讲的呀 你看你亏了还是赚了呀 这个是零 账面净值还有 那一定是亏了 所以这个算出来 我就是损失 损失是那账面净值的那一块 对吧 这个账面净值就是我们的那个 计税基础扣减去一起得救嘛 就是账面净值损失掉了 那么它可以让我少交税 是吧 这是说期末所有权不转移 那如果期末所有权转移呢 转移的话 我们看一下有什么区别 前面都一样 我们就只要说项目终结这一块 那么由于我们所有权转移 说明什么呢 你要把这个所有权转给我们成都人了 所以通常我们就要支付名义买价 对吧 你就要支付这个留购的价款啊 对吧 比如说要做所有权转移 我们通常会支付一个很便宜的这个名义买价 然后你要注意买资产是不交税的啊 你支付的留购价款那么我比如说哎我们就是很简单的啊 你支付个这个50万啊把这个设备就转给你了 那大家想既然我把这个资产买下来了 所有权归我了 我就不用把资产退还给这个竹林公司了 对不对 那资产既然给我了我怎么办呢 我可以把它出售啊 我不用它了不是吗 我可以变现了 那这个时候的便宜价就是市场上的便宜价值 对吧 那就和我们刚才自行购买的一个道理了 因为我买了以后所有权是给我的 所以这就是这个便宜价就是我们目前市场上 他能够卖多少钱呢 可不是说我们刚才那个就是说所有权不转移 我们是退还给这个竹林公司 所以便宜的收入是零 对吧 但这个不一样 归我了 我就市场可以卖多少钱 然后一样道理加上 如果我卖亏了 就是把便宜价值也是和账面竞争去比 卖亏了损失抵税 如果多卖钱了 收益纳税 所以其实它俩的区别 主要就是终结点的这个流量 终结点流量如果说所有权转移 我要支付购买设备余值的名义买价流出 然后既然归我了 那就是把这个资产的便宜价值 加上这个点 收益纳税 这个变现价值啊 就和我们自行购买的一样 就市场上那个 就预 我们当然它考试会给我们 预计的那个市场的那个 将来的那个变现价值是多少 对吧 这个考试上它是会给的 和那个自行购买那个数 我是一样的 就是那个变现价值那块是一样的 是吧 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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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